情殺石頭燈 我問媽媽知不知道誰是古阿摩 她說不知道 我說她是一個在網上 用幾分鐘來講一套戲的網絡紅人 我媽媽說 喔 是不是你經常看說話很快 押之阿捉那個 網民對她的評價有煲有貶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講她本人 而是講她合古阿摩鳳梨酥 在介紹說這盒鳳梨酥有ISO認證 沒有人工香料沒有防腐劑 用了幾種台灣鳳梨 加上法國牛油等等高級材料來做 資料吹到幾品勁都沒用 都是開來試試最實際 這盒頭金板一盒有10粒 包裝配色特別又有型 還迎合到某國人喜歡金色的喜好 打開就聞到濃濃奶香夾著芝士味 不像傳統的四四方方 而是鳳梨造型的鳳梨酥 雖然眨眼看下去整體金黃 不過又因為造型粒粒粒 所以某些位置好像不是很賞色 層皮雖然鬆化 但未算滿分 吃下去有點乾過頭 層皮乾就乾辣 但摸完隻手指都有油 證明牛油比例上落了很多 皮吃下去沒什麼蛋香 只有甜味加上淡淡牛油味 足料不過味道質感的確有進步空間 反而餡吃下去有驚喜 見到一絲絲鳳梨之餘 細心點搭還有少少鳳梨粒 吃下去很香 甜得來又帶少少鳳梨酸味 吃得出餡真材實料 味道天移 對比起來餡出色過層皮很多 皮和餡的比例剛剛好 不會過甜又真的吃到有深度的鳳梨味 整體來說真的算不錯 本身我都是逛街見到好奇買來試試 都預料是那些網路紅人 靠個名字交流流出來 賺你一次錢的濕溝產品來 誰知吃下去真的感覺到有客有誠意 真的猜不到他